Hello,大家好,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顾问Howard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新布伦瑞克省K-12的教育系统 首先我在YouTube,小红书,bilibili和刺乎都在分享加拿大移民和加拿大留学的相关资讯 如果大家觉得对大家有帮助的话,请关注,点赞和收藏 大家有关于加拿大移民和加拿大留学需要协助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与我取得联系 那今天的话题的话,我也会分为六个部分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的话是关于K-12的教育的简介 第二部分的话是关于这个NB省的K-12的课程设置 第三部分是关于NB省的教育局 第四部分是NB省的私立高中 那第五个的话是关于公立教育局K-12申请的流程和时间线 那最后一个是关于K-12的留学成本 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也就是新布隆瑞克省K-12的教育简介 那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呢也有分享过 那加拿大的话联邦层面没有一个办公室对教育负责 根据宪法第93条的规定的话 加拿大的省有制定关于教育相关的法律 那正常的设置是省长任命教育部部长 然后教育部部长呢会对加拿大的某个省的教育来负责 那地方管理的话主要是由学校董事会负责 而具体日常运营的话主要是由各个学校的校长来负责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学校董事会 那学校董事会的和我们平常理解的董事会的话 它的意思流有点不同 那它呢是由公众选举产生的 类似于选举议员 然后产生以后呢 这个学校董事会主要是负责监督管理的 它不直接参与这个管理 那学校董事会呢主要负责学校的建筑人员 管理学生注册等事业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加拿大的由于法律的规定的话 加拿大的各个省和地区的话 的教育呢是由自己负责的 自己负责因为各个省又是相对独立的 这就意味着各个省和地区的话 在自己的教育系统上面都有一些不同 但是如果大家了解了加拿大所省的教育 以后呢会发现它的教育理念和核心 这个目标其实是有很多的共同之处的 还有一点就是就关于教育税 就是大家在如果在加拿大当地生活 然后有买房或或者是这个 的时候呢都会要每年要交税 那交税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个 关于这个有一个项呢就叫教育税 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整个加拿大关于K到12的一个不同的分类 那NB省的话主要是K到五年级 六到八年级和九到十二年级 具体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小学阶段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 那小学阶段的话是小学从幼儿园到五年级 那初中阶段的话是六到八年级 那高中阶段的话是九到十二年级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K到十二学校的类型 那学校的话主要有三大类 分别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还有独立学校 那我们下一页的话会介绍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区别 这一页的话有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叫独立学校 那独立学校的话也很好理解 可以理解为说它是私立学校 但是呢它是以非盈利为性质的 那私立学校的话它本身是以盈利为性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这个不同 首先来说在加拿大的话 百分之九十二的学生的话会选择这个公立学校 百分之八的学生的话会选择私立学校 那从资金来源上来说公立学校的资金来源是政府拨款 那私立学校的话主要来自于这个学生的学费 校友捐款 学校基金会投资收益的 那入学方式的话这个公立学校很简单是画片的原则 那类属于国内的学区那私立学校的话没有这方面的区域的限制 那从学费这个角度来说针对国际留学生的角度那公立学费的学费一般是会比私立学的学费会便宜一些 学习压力赏来说的话公立学校相对更小一些 尤其是在高中之前 那这个宗教学校在NB省绝大部分的宗教学校的话是私立学校 另外在了解加拿大K到12的教育的时候呢 我们会了解的两个组织 一个的话是加拿大公立学校协会国际分部 一个是加拿大认证独立学校 那加拿大公立学校协会国际分部的话 它是有128家公立教育局组成的非盈利协会 所有的会员呢都开设了国际学生的项目 包含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各个年级的课程 那加拿大认证独立学校的话 这个也很好理解 它是一个独立学校的一个联盟 那独立学校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它是以非盈利性质私立学校 那这个独立学校其实和我们平常理解的略有不同 就是我们实际上理解的很多顶级私立 是私立对不对 那其实它自己在自己的宣传手册中 都会写自己是独立学校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IB和AP 那IB的话它是一个课程体系 分为三大类 分别是IB早期IB中期和IB高中课程 那AP的话它是一类考试 它是高中生可以参加大学程度的考试 如果考试成绩好的话 进大学后可以免修相关的课程 当然的话 如果你考试成绩好的话 你在申请学校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优势 那IB和AP的这个区别 那IAP的话是考试 IB的话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两年的学习计划 AP的话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学习 而IB只能通过指定 IBO指定的学校学习 IB学生在选择这个高级课程的时候 也有限制 一般最多三门 那IP的话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那总结而言的话 就是IB的话更讲究一个整体的 整体REP的话 你偏刻也没有关系 你只需要找到自己的专长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大家想了解加拿大的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第三方网站 做一些相应的了解 那NB省的话也有一些高中阶段的特色项目 比如说它有这个个人兴趣一和二 那主要是为学生提供追求个人兴趣和热情的机会 还有一个是这个Faster Track 就是快速通道的选项 这个学习者只需要提供相关证明就行了 还有一个就是基本技能成就途径 主要是为学生未来工作 学习生活做好准备 还有就是会提供给学生的网课等等 那第二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程的设置 那这个所有的公立学校和受政府拨款的学校 原则上来说都必须采用新布伦瑞课审的 一个课程体系 那都上哪些课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小学初中阶段 我们之前说了分三个阶段 那小学的话 主要学的是英语啊 法语啊 法语作为第二元语言 数学 音乐 体育 那初中阶段的话 就是和这个一到五年级学的东西差不多 但是呢 会有一些拓展 比如说这个科技 还有这个视觉艺术 那高中阶段的话就更加的有更多的选择 含义除了有我们之前学的这些英语啊 法语啊 数学啊 音乐啊 等等之外的话 还有很多和未来职业发展相关的一些学习 那如果怎么从这个新布伦瑞克省的这个高中毕业的话 2024年1月的话 这个毕业生必须修买八门必修课程 一个学 一门课程是一个学分或者是四个学识 并且必须有其中有一门来自于人文学科的这个类别 那第三个就是关于这个NB省的K到12的教育局 那这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B的这个ASP项目 这个呢就是大西洋四省的话 四个省都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它都叫这个ISP项目 它从1998年都开始这个引进这个项目 并且NB省是加拿大唯一一个这个双语的这个省份 它的教育局呢 总共分为七个教育局 分别是英语东部教育局 英语北部 英语南部 英语西部 还有法语东北部 法语西北部和法语南部 其实就是把英语和法语教育局 在就是整个NB省的话 它按照英语和法语 它划分了不同的这个范围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英语的东部就是指红色这一块 那英语的北部的话是指北部这一块 那英语的西部的话 这个淡红色这一块 那英语的南部的话是这个淡绿色这一块 那基本上的话合起来就是一张NB省的一张地图 那法语教育局的话 因为它只有三个教育局 它的分类就是这个 东北地区 西北地区 还有南部地区 是这样分类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英语东部教育局的话 是有38所学校 有16000名学生 有8所这个高中 那这个北部的教育局的话 是有这个33所的公立学校 相对比较小一些 那南部的这个教育局的话 它是这个新布鲁瑞克省的 一个这个这个在圣约和夏洛特 这个皇后区的部分地区呢 运营70所这个公立学校 那英语西部这个教育局的话 它是为这个西部 大家从这个绿颜色的这个部分 就是它比较大 那它也有70所公立学校 目前再多学生有这个24000名 我们来再看一下法语 那法语东北教育局的话 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教育局 它截止到2020年的话 总共有34所公立的学校 那这个法语西北部的这个教育局的话 它是比较相对会比较这个分散一些 然后呢 它在2012年的时候呢 大约有20所学校 那南部的这个教育局的话 它是 它总共是运营了37所这个学校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NB省的一些有名的私立高中 首先的话 第一个就是叫苏赛克基督教学校 它那是成立于1958年 然后学费是12500加币 它呢 这个学校的话 它不是位于这个几个比较省会的一个城市 它正好呢 是位于圣约翰和省会那个弗雷德里科顿的中间 那这个学校的话会这个核心的理念是学校应该与家庭建立合作 有关系为学生在各方面 这个做好准备 使他们未来能够在本地和全球的社区做出积极的贡献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叫罗斯席私校 那这个私校的学费是40790加币 那这个私校的话它是成立于1877年 是这个2007年的4月份的话 它变成了一所IB的学校 并且它是加拿大认证的独立学校的成员 还是这个独立学校大西洋会议的成员 创始成员 还有独立学校会议和技术学校协会的成员 那就说明这个学校的 首先这个学校历史比较悠久 第二的话就是这个学校在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加拿大认证独立学校的联盟里的里面 另外从上面这张图中看见这个学校 它还是比较的这个和我们印象中的这个私校的感觉是很类似的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门克顿基督学院 它呢是这个学费相对比较便宜一点 大约每年是13500到17250加币左右 那这个门克顿基督教学院呢成立于1983年 那现在是新布伦瑞克省东南部最大的私立学校 那最后一个还有这个福利德利克顿基督学院 那这个福利德利克顿的话 它是这个NB省的省会 它的学费的话是18900加币 它这个学校的话位于城市中心成立于1978年 它这个学校的话有和UNB还有Saint Thomas大学提供双学分的一个课程 第五部分就是这个公立学校的申请流程和时间线 那申请的话基本上是每年的10月到12月份进行申请 每年第二年的4月份截止 那有一个特别的政策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 那NB省的学生如果在NB省的国际学生如果在NB省读大学的话 如果未来上的是Saint Thomas大学或者是这个 这个学校的话毕业以后在读大学的时候呢 学费可以减免2万加币 整个流程的话就是确读确定就读教育局准备申请offer资料 那提交资料等待offer准备学签资料提交学签 最后就是去教育局报道 那最后就是看留学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际留学生的成本 NB省的话如果学费加上技术费用的话 一年是23,500 那再算上其他的话可能他的成本相对 其他一些热门的诈成是相对来说是便宜的 那我觉得可能在NB省的话 每年的成本在3.5万到4.5万就够了 最后的我在YouTube小红书bilibili和自乎呢 都在分享加拿大移民和加拿大留学的相关信息 如果大家需要在加拿大移民和加拿大留学方面 需要咨询或者协助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与我取得联系 那我们下期的话会快速的了解一下 爱德华王子导K道12的教育系统 感谢大家收看再见